那叫什么 那啥B叫什么 徐思远 徐库子 虽然我一直说烦呢 但是你看像这个人他再怎么差劲 他他妈送外卖 开滴滴 人家是自食其力的活着 人家也没有去办个邪教班 对吧 他也没有去专门的吃政治捐献这一口饭 人家就能干这自食其力的活着 这不也挺好 这个也不一定设标准 所以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巴库论 我今天是一边散步 一边利用散步的时间 再做一期 今天主题是聊一聊徐思远跟五岳散人 前两个月吧 五岳散人跟徐思远直接在推特上过招 然后最后应该是拉黑了徐思远 然后今天我又看五岳散人的节目呢 又提了一嘴徐思远 就是说徐思远他提的这个论调呢 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徐思远多次碰瓷攻击辱骂的一个五岳散人 我的五岳散人啊 然后又是说他是什么什么信那个信那个道家呀 还是什么各种讽刺挖苦啊 是吧 谩骂 然后呢徐思远 五岳散人倒一直没有回击他 直到前两个月的时候突然就是彻底跟他 狂怼了好几铁 然后这才最终拉黑 嗯 五岳散人今天呢 在视频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徐思远 论调也是跟之前一样的 就是说我发现他并不了解徐思远啊 就是说徐思远这人虽然非常的傻逼 但是呢就是说他能够那个你叫什么 用劳动 用劳动养活自己 然后那个 在这方面比那民运强啊 民运就是各种几十年的 别的也啥都不会 然后只会吃一些那个什么基金会的一些资金啊 然后做点假证币啊 然后那个 别的什么都不会 几十年的 然后只吃点餐羹冷制什么的 就这么一个一个论点 虽然说他们俩 他俩已经翻脸了 但是呢 五岳散人依然是这个观点是吧 可见就是说他对徐思远 不太了解 因为 我还 在五岳散人的视频下面留言 告他 对他 其实我之前也揭露过一下 说徐思远的一些状态 就是说 徐思远不是像你想象的他那样的 是吧 徐思远是直接是 2018年到了美国之后 趁着王秦 王秦那时候应该已经 有四十多了吧 有没有 反正是生了呀 趁着王秦还没有绝经 赶紧生孩子 是吧 赶紧生了点 汉区 然后那个 就吃上法拉盛那福利了 是吧 然后就那个 吃上福利之后 这人他就懒了 你要是以前还去 送过外卖啊 什么之类的 还比较的勤勞 是吧 吃上福利之后 有保底之后 他就懒了 人就懒了 然后就不像那个之前 那样了 他就是 大家看 注意这个徐思远的一些 那个 那个那个推文啊 从他的推特上 你就可以看 他一天他妈的 发那个推文 发那个十几 十几二十条 是长事 然后 然后还发的非常长 还配着那个图 显得 一般那图都是一些 那个宗教的一些画啊 一些洋人啊 然后显得逼格特别高 然后让那些 让那些文盲 那个 在租地下室的文盲 看了之后 哇塞 这么保守主义的逼格 真他妈高啊 全是那种 全是那种 那么傻逼你知道吧 把这些傻逼忽悠的 一愣一愣的 你知道吧 是吧 人家文贵怎么着 也是能够 是吧 混迹美国 混迹中国的 这个官员 政客 然后又是飞机 又是游艇的 是吧 徐思远就拿一些 copy一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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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名言 然后 弄点那个 就随意 随意曲解一下 然后随意解释一下 然后再配上点 那个洋人的那个 洋人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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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头像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把这个 库什粉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所以库什粉啊 这帮人 他们第一跟那个蚂蚁帮比起来 第一比蚂蚁帮穷得多 是吧 都是一个 顶级的那种国内 墙内墙外的那种穷逼 然后 然后平均啊 我只能说平均 平均都是 顶级穷逼 然后那个 那个智商啊什么的 也比这蚂蚁帮要低 你知道吧 因为蚂蚁帮 郭文贵的 郭文贵的东西吧 他还是拿出来各种飞机游艇 又是什么的 又是国安部副部长 公安部副部长的什么 这一通才打造了这个配合 又是419段摩 才再配合 形成了这么一个 能够骗很多人的一个一个 一个骗局是吧 打造了 七哥这个战神的形象是吧 但是他妈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徐思远呢 是什么毛都没有是吧 徐思远就是什么 他一个中美的一个低端人口是吧 但是他自己还倍儿要面子 他不像人家凤姐 凤姐那个人就 你看凤姐在他推特里边 就是很那个很坦荡就说 没什么好说的 低端人口一个 然后那个在美国也没有绿卡 然后就是说 反正是也找不到对象 然后其实人家挺坦诚的 我对凤姐没有什么不敬啊 人家挺坦诚的 但是那但是徐思远是 又他妈穷逼 又他妈是那什么 但是还愣要 愣要装逼 是吧 打中脸充胖子那种 卧槽 但是就就就就这种逼 都能忽悠那么一大群那种 卧槽那种那种 文盲穷逼苦识粉 这个也是由于这个互联网吧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 让人大开眼界啊 然后再说回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五月散人 五月散人我 我我我我我给他留言 然后就再次又揭露了一些 那个许许远的一些真实状况 也不知道他有能不能听进去 能不能看到是吧 那我下面再说 他们俩是为什么 就是说 就这么互相撕逼 搞起来啊 首先 他们俩的这个矛盾 主都是啊 全都是徐思远 一个劲的攻击 是吧 一个劲的那个犯剑 我之前说那个 徐思远有两个特点 一个叫装 一个叫剑 是吧 其实现在我得再加上一个 就是随着 我了解他的信息 越来越多之后 再加一条 就是一个是装 一个是剑 还有一个是骗 是吧 因为因为徐思远这个人设 整个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 他他所说的那一切和他那什么 他嘴上说的那个是吧 拍照 然后造的那人设 跟他这个人就是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甚至是完全是相反的 比如说 我就说他怎么个骗法 第一这个我也结过视频 在推特上的那个播放量非常大 影响力也很大 就是说 他的孩子绝对不学中文 是吧 中文 那个说中文的 讲中文能够带来的那种精神伤害 然后所以让他的孩子 小的时候啊 就绝对不学中文 等他长大了 再让他们自己 再让他们自己选择 是否要学习中文 是吧 然后结果在 在在另一个那个直播的视频里边 然后他那儿子他妈的 哎 知言知语 是吧 就是不会别的 完全都是 完全彻底暴露 是吧 然后说什么 他说什么 不会那个 不会不会中文的那个 就是谎言 就完全暴露 那他为什么那么说呢 第一他本来就是为了 呃 他本来就是骗嘛 第二就是说 从嗯 比较良好的一种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属于 他也是属于装 就是他为了装呢 他实在 这徐思远他爱装嘛 但是他有 他又没有什么可值得 可装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他就那个 就说哎呀 我不学中文 我是他妈生错了地方的 美国人 巴拉巴拉 这些东西 拿这玩意儿来装 就是说 然后穿一个他妈的 Lobby的一个西服 然后还往那个 兜里塞一块抹布 然后那个 呃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说自己 还有什么 还有说自己不吃中餐 是吧 说中餐是辣 大级食品 我很多年 呃或者说 是吧 他他那么说 其实有点太假了 因为他在 墙内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不吃中餐呢 是吧 然后他还说 或者说 我很多年 不主要吃中餐啊 什么什么 呃太太做了 太太吃中餐 太太做了之后 我随喜吃一点 我操他大爷 我说这个 这个 你想 这个 我我得再拿 这个蚂蚁帮 跟苦吃粉比一下啊 蚂蚁帮是蚂蚁帮似的 就是说七哥说啊 胡锦涛他们家的门 我一推就 我不用 我不用 我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是吧 我那么熟 我说跟 然后 不拉不拉的 然后他妈一帮都信 然后 这徐孙远 这帮苦吃粉也是 他妈的一个墙内的一个地段人口 然后说他不吃中餐 然后 只他妈多少年来 只随喜吃一点 我操 这只有他妈的多傻逼的人才会信的 然后呢 更加那个铁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王琴 做了一个那个 教人做支餐的那个频道 频道名字叫爱拉厨房 大家可以去搜啊 爱拉厨房 然后里边有大量都是中餐 什么教做月饼的啊 教做那个什么 各种各种他妈的红烧肉啊 什么之类的 各类支餐是吧 然后我就想 那按徐孙远那边说的 这个支餐是垃圾食品的啊 支餐是垃圾食品 他怎么教王琴怎么 那么也不管管王琴 王琴竟然 不然教别人做垃圾食品 而且还那个配着英文的字幕 还想让老外就看懂啊 还想让老外去学习做支餐 然后这能说得通吗 而且你说他做完那支餐 比如说 做完这红烧肉 那徐孙远没吃吗 那不给倒了吗 还是怎么着 而且在那个视频的留言里边 还还有人说 刚才是跟他认识的啊 就是说 说哎呀 徐老师 我操的大爷 我先吐槽一下 徐老师啊 他妈的一初中 初中的一个文盲 是吧 然后徐老师爱吃辣 多放点辣椒 然后我操 然后徐孙远在另一转脸 在视频里面就说 那个中餐 为什么是垃圾食品呢 因为中餐那个 放的那个调料 主要是调料 然后那个 掩盖了食材本身的味道 然后追求味蕾的刺激 然后一 那么 就要他们这么一转脸说 徐老师爱吃辣 我操 所以你说这不是 这不是骗吗 我觉得这是 这是完全就是 吃了老的骗 当然 他这些骗吧 就是说 其实像老郭也好 还是像那个老徐也好 他那个骗的话 其实在一段时间内 你没有办法揭穿它 是吧 因为因为他那个 一段时间你没有那些证据 没有办法证明 是吧 但是他在那个做视频 在这个直播 什么 上蹿下跳的时间长了之后 你才能够 获得他的一些那个 一些一些证据 证明他是什么 他是在撒谎 他是在吹牛是吧 然后那个 撒谎吹牛 这个时候呢 就是经过这 我对这几年 对徐岁远的了解之后 当然也搜集了足够的 一些材料啊 信息 已经可以断定 他完全 完全就是个 可以说是骗子 所以用 我说现在 他的徐岁远的三个特点 就是装 剑和骗 这就是他的那个 三个特点 我这期虽然说的是 徐岁远跟那个 五月散人的恩怨 但实际上 他跟五月散人的恩怨 跟其他人的恩怨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那个特殊之处 其实都一样 就核心就是 徐岁远就是一个 恨人有笑人无的 那么一个 一个穷逼的 一个在法拉 狗在法拉盛地下室的 一个穷逼的一种 无能狂怒 是吧 其实 因为我看那个徐岁远 五月散人的视频 挺长时间了 然后对他也有 一定的了解 包括在微博时期 我也关注了他 但是看的不很多 一样不是很深眼 然后徐岁远 跟五月散人比呢 就是说 可能 徐岁远产生了一种幻觉 就是说 他觉得他跟徐岁 他跟五月散人是 一个阶层 或者一个那什么的 是吧 所以 也正因为如此呢 徐岁远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 他对于别人的那种 谩骂攻击 是特别的狠 比如说像对于夏明 是吧 对于邓玉文 对于那个 很多很多吧 李伟东 什么就是 就那些在墙内 在墙内 体制内的那些人 有北京户口的那些 然后那个在 有一些个官职的 是吧 有些公职的那些人 所以徐岁远 对那类人是恨的 他妈的是咬牙切齿 为啥呢 因为他在 以前他的视频里也说过 就是说他被人 那个 他在北京待那么多年 你想当年的北京 他90年代就去了嘛 当年那个 中国的这种社会 这种各种管制啊 什么赞助证啊 户口啊 然后对一些 对这些东西 就是管制是非常严格的 他这么一个 低端人口吧 就是被 被各种房东去驱赶 被那个 那个警察去查赞助证 然后被 被赶出来 什么之类的 这种事 经历了很多 是吧 受到多少人的白眼 是吧 开个打赢店 因此他对于那些人 就是 是这种刻骨铭心的 这种仇恨啊 就是 就是那样的一种 包括我想到一个细节啊 我很 好几年前看那个 吴作来 吴作来当然是什么 什么一个艺术研究院的一个 反正那么一个 以前在那个北京 那么一个地方工作嘛 他当然就是说 他讲他当时的经历 我印象挺深刻的啊 就说 那个大时候 大概是80年代末 就说他去了北京 他他从 外地去了北京 那个时候拿着他的 什么户口的那个 迁疑证啊 准迁证啊 什么之类的 一些东西 然后一下火车就遇到警察 我要查他的 那个一些证件什么的 是吧 然后吴作来就拿出来 那证就可以给 警察看 警察看完了 嗯 发现是没有问题 是吧 但是当年的那个警察 就态度之恶劣 就就直接把他 他没有把他的那个 那个证件交还给 吴作来 而是直接就 那么非常极其轻蔑的 那么一扔 就扔到那个地上 然后让 让吴作来 完全要去捡 所以我说这个事例 是为了说明什么 就是当年的那种 那种官本类思想啊 还有说 就是警察的那种恶劣啊 什么的 就是帮助大家理解 那个状况 而你想当年的这个 徐思远 就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去 在北京 你想想 对于像吴作来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 大学毕业生 然后那个分配到那个 呃 某一个单位的一个人 都尚且如此 你像对徐思远那样的人 基本上他们对于像徐思远那样的人 那警察 看他们就跟 跟看狗差不多 所以说徐思远就是 呃 最近后来变成这样的一个 知黑呢 肯定和他的这种 早年这些经历 有 极大的一种关系 呃 然后再说回这个 我再说回来 他和这个 五月散人等人的一些矛盾啊 就是说 呃 呃 那个 徐思远非常的恨 像那个 像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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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玉文啊 李伟东啊 乔默啊 这些人 对吧 呃 但是呢 他 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虽然屡次找这个 五月散人犯件 但是其实五月散人 但是那个犯件的程度啊 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严重 呃 所以那个 呃 五月散人也没有拉开他 然后 然后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就我说了 第一 五月散人呢 他是一个 天龙人 呃 他 他跟那个 刚才我说的那个 像乔木啊 李伟东啊 那些人比 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乔木李伟东 然后那个夏明啊 就 呃不是蔡霞啊 什么 呃 还有很多就是说 通过自己读书 然后去了北京 然后有一个 分配到一个单位里边 大学毕业 分配到一个单位里边 他跟那些人不一样 这个 他是格外的恨那些人 是吧 他对于 而这个徐苏远 对于那个叫什么 北京侃爷 还有像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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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散人这样的人 呃 他的恨就没有那么强 不如那么 不如恨那些人强 是吧 因为像 包括像 你看那个 北京侃爷 北京侃爷肯定也 你看文化也不是很高 是吧 然后五月散人呢 他自己也说过了 就是论学历上来说 五月散人是 手钢技巧毕业的 是吧 然后 呃 所以那个 跟 徐苏远就对 对这些人就感觉 从心里上感觉 哎呀 你也是这个贫下中农 那种感觉一样 虽然括弧 虽然说就是说 跟那个 徐苏远的学历差不多 但是 人家也是 生在北京 也是天龙人 是吧 而五月散人 他爸 他爸妈也都是那种 那个像什么 他妈我印象中 是一个 中学老师吧 然后他爸也是一个 那个共产党的一个 老干部那种是吧 级别挺高的 然后 在手钢里边吧 然后级别挺高的 然后现在 呃 好像说 反正是 一个月一万多的 那个退休金吧 是吧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 徐苏远对于这样的人 没有像那些人那么痛恨 但是实际上 我这么一摊开来一说 徐苏远跟人家这些人 比那他妈的 也是一个云泥之别 人家上来就是天龙人 是吧 包括 然后就是说 他跟徐苏远比的 徐苏远跟那个 五月散人比呢 五月散人我看了很多视频 就是他 为什么他的视频 能够挺火的呀 是吧 他的主要卖点呢 还是 他的一些经验 包括一些经历 就是他的一些经历 他当过记者 是吧 什么做过金融啊 然后又做 做过很多生意 是吧 监督之广 有很多经历 他用他的一些经历 去解释 中国现实的一些情况 让人有一些 那个 一目了然 就让人觉得很清晰 所以 所以他能够吸引 还是吸引很多粉丝的嘛 而徐苏远是 他妈一个常年的 他俩那个年纪都差不多 一个72年的 一个74年的 徐苏远74年的 是吧 按理说 他妈的年纪差不多 但实际上 他们俩人的经历 阅历 见识 差得太他妈远了 是吧 徐苏远 那个 你家那个 午夜散人 他 我说了他的一些经历 是吧 他的一些出身 是吧 所以他见识过的一些市面 去的一些地方 什么的 包括他的 别的不说 你不说他的学历怎么样 他的这种 他既然有钱 他就是能够 去很多地方 见认识不同的人 见很多 见很多 这个 算是有上档次的人吧 是吧 包括他马云 他也见过 尽管有人不信 但是我 但是我完全信 就是说 反正他介绍过 很多很多人 什么跟胡锡进 还有跟体制内 跟很多很多的一些人 都都认识 是吧 但徐苏远就 徐苏远就自己 就产生了一种幻觉 就感觉 我跟那个五月散人 是差不多地 然后都是贫下中农 是吧 其实他们狗屁 什么 我记得五月散人在 说那个 他二十几岁 二十六岁 就在北京买了个 买了房子了 是吧 那徐四远 那徐四远 五十岁 你也买不起 是吧 所以就这样一个 云泥之别 但是徐四远的内心里 觉得跟他差不多 所以之前在跟 那个五月散人的 这些个 网上的互动当中 没有就是说 那种破口大骂呀 或者说说一些 极为难听的一些话 是吧 就是因为 他自己虚妄的感觉 哎呀 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啊 是吧 但实际上 你他妈跟人家 没法比 徐四远恨 乔木 李伟东 然后那个 邓宇文这些 他那么恨 他的一个深层词啊 心理层面 我再深挖一下 他的原因什么呢 就是因为 呃 徐四远 呃 他自己曾经发推说过 他参加高考 高考了 呃 复读了三四年 都啥也没考上 然后又上了一个 那个什么 呃 什么什么 什么成人教育的 一个野籍大学 也没有 也没有毕业 是吧 但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每当 徐四远看到 呃 像那个呃 呃 李伟东啊 那个乔木啊 什么那个邓宇文啊 这些人啊 他们其实年纪 应该差不太多啊 你看他们 他们 就 呃 徐四远看到那些人 就就联想到自己 卧槽 考了他们的 复读了他们三四年 啥也没考上 然后只能去那个 去北京当盲流 然后 同一代的人呢 就又看到人家 考上那个大学之后 分配到一个北京的一个单位 然后那个又那个 有北京户口 然后收入又又又不低 又挺高 然后 所以整个这一系列操作 就让人就让徐 徐四远看到那些人 就引发自己的这种 对自己的这种 无能的这种 呃 刺痛了自己这种 无能的这种 一面 然后 而看到这个 午夜散人 像北京侃爷这些呢 他并没有觉得特别痛恨 就是因为说 哎呀 那些人也跟他差不多 但是呢 实际上人家的命好 人家投胎了 到了北京 然后 然后等等吧 比他的命好 所以呢 他 没有那么的 痛恨 午夜散人 和这个北京侃爷这样的 哎呀 这也说到说到底啊 就是说 也挺悲哀的 那徐四远 徐四远也不能说他 也也也没有办法 因为徐四远的智商非常低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我就不举例了 他智商非常非常低 他 嗯 即便是当年那个 就是说 考试高考很难 这种录取率很低 这种情况下 他考不上 他考不上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他把自己的这种失败 转化成对别人的这种仇恨 这个 就有点太阴暗了 但是我来点出来这一点 好像那种枯石粉啊 哪天看到我这视频 帮助他们理解这一下 理解一下那个 徐四远的这种内心的这种 柔弱的这种阴暗 又阴暗又柔弱的 这个小九九 然后咱说回这个 这次他们俩彻底 前两个月彻底 这个撕逼的这件事 饭店的事 那也是徐四远彻底 吃饿饿的这个饭店 是吧 一个是就是说 那个五夜散人 他当时就发了个什么 他自己做的饭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让让那个 徐四远就非常的不满 然后说什么那个 说别人晒那个食物的 都是傻逼是吧 都是非常极为 没品味的事是吧 好 这里就跟看出的双标来了 那徐四远晒了多少食物了 又是烤串 又是晒他的一些 什么什么那个牛排 然后又是晒那个 他在那个 什么什么一个司机的早餐 然后又晒他一个橙汁 一个什么洋葱 什么什么烤牛排 烤牛肉啊什么之类的 就那些东西吧 是吧 他晒过无数次了 然后却说他妈别人 别人一晒就说他们 就用极其肮脏的那种话 去恶心别人是吧 他被别人 这他徐四远也就是 也就是一个小逼仔子 就小逼玩意就在他网上犯贱 他他的现实现实当中 他敢他敢跟别人这么说嘛 你瞧他他敢在五夜散人面前 现实当中面前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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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这么犯贱吗 当然不敢了 他妈一个开打印店的 就深谙这种就是说 点头哈腰的这一套 你知道吧 他见了现实中见了像蔡霞啊 像邓玉文啊 这么李伟东啊 乔默这些人来光顾他的打印店 他在那点头哈腰子跟狗一样 哎呀蔡老师哎呀谢谢您 什么下次再来 肯定是这样的你知道吧 他见了那个五夜散人这样的 这种大款是吧 以及这种就是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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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高马大 他有高我不太清楚啊 反正是什么 标肥起见的这种 他也怂得一个跟一个狗一样 这就是徐四远 徐四远就是这类的你知道吧 他怂得跟狗一样 他只敢在网上那么犯贱 你知道吧 而且之前那个攀路 他把攀路拦黑 他一个直接感应就是说 呃 徐四远晒了 他晒了食物 晒了一个吃的东西是吧 然后攀路回 那个晒时的都是晒逼什么之类的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话 然后他那个晒完之后 结果就把他拉黑了 就把攀路拉黑了那么一段时间啊 然后那个 后来攀路还在那个电报群里边 像那个他的脑残粉 他那说 徐四远太双标 说他说别人 别人不可以说他 是吧 就是太双标 是吧 这这徐四远这个事也是啊 然后徐四远还就是说 看不惯人家那个 五月散人去那个 就那些什么 打打什么什么 道家的信奉道家的一些东西啊 什么 然后打打一些什么什么 打一些什么中国什么股拳啊 那种就是传统拳术啊 什么之类的 传统拳法 然后他也觉得不行 为啥呢 因为就像虞超说的 就像徐四远这样一个人 他他他什么都得不到 他穷逼一个 他为了彰显自己的不同 那只能就是说 走一个极端 用自己的极端去吸引别人 然后把和中国相关的一切都说到极为的垃圾 就是彻底是垃圾是吧 哪怕筷子也是也是垃圾 中餐也是垃圾是吧 文化那个文字全都是垃圾是吧 语言也是垃圾 尽管他他妈的几个单词的 单词认证不了几个 但是他就能够那个理直气壮的说啊 中文是如何什么的垃圾的一个语言 然后中文又怎么怎么样是吧 他他妈你得吃就好比说你你得吃过 你得吃过一个东西才能平安一个东西 你都没吃过你只会他妈的中文 你别的不会 然后你就在这无脑去那个那个就批判那什么 让人觉得卧槽让人觉得 你好像你的英文都已经说到母语水平一样 是吧 完全不是那么坏事 但是那些库斯粉当然也看不出来 是吧 库斯粉主要就是已经被麻醉了 是吧 他们那个他们需要那个不断的就是 呃就宣扬一些那个就是说 中国的一些各种不好 这样呢才能够让他就是说 满足那些库斯粉的那种 对自己的这种失败和一事无成 他有一种就是心灵的这种按摩 是吧 他就是这样的 呃最后呢 我记得徐思远跟那个吴越散人斯 还是说一些政治一些理念啊 什么之类的 呃一些分歧 呃其实我跟那个 虞涛虞涛的看法一样啊 就是跟你跟徐思远 扯不上什么宗教啊政治啊 他就是底层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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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一个农民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没事 要么就是说呃 开了一天车送了一天外卖 然后回家往往往往地下室那么一躺 然后那个没事需要一些个刺激 然后就跟别人在网上撕逼 要不就是说呃吃着福利他也也也也不用出门 然后就在在在那个 在法拉圣的地下室里边 跟在网上跟人撕逼 就成为他唯一的这种娱乐方式啊 所以这就这就这两种可能 所以他你跟他讨论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我很多 我早也就很很早就说过了 你去跟别人去掰扯那个什么 谁有道理什么 哪种政治理念 或者说什么有道理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没有意义的 你只能那个观点是没有办法争论的 说谁对谁错 你除非那是那个啊 那个数学题 你可以说谁对谁错 否则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没有这个说啊 说我的这种观念 我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你应当遵循我这种看法什么 你应藏跟我这个理念是一样 这个他妈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啊 所以跟徐思远就讨论这些也没有啥意义 然后五月三人就说 他对政治没有任何现实感 是吧 这点我觉得 徐思远 五月三人表达出来的 我之前的一种看法 也表达出来的 因为我之前想不到这种 一种语言来描述他这种 就是没有现实感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2019年那会儿 就说那个香港的那些事 然后呢 那别人都认为就 说出很多的一种看法吧 说什么要武装啊 什么什么什么要搞暴力啊 或者说应该和平 理性非暴力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是吧 那徐思远就说一个什么的 包括他对于台湾的这个看法也是 就是说你要跟中国切割 然后你那个就是说 把这个中华的什么什么大一统啊 也好 还是一些一些跟中国相关东西 全部切割是吧 甚至语言都要去换成那个那个 都抛弃中文什么之类的 是吧 这个就显然就是属于 就属于五月散说的 没有任何现实感 人家现在有一个强大的政权 要逼迫你 然后你跟我说 我跟你划清界限了 那人家就不 人家就一世一年就放了你了 那他妈不会啊 但是虽然这傻逼就是 逻辑混乱就是 要好你给香港出个主意吧 他出的主意就等于说是 我跟你划清界限了 是吧 所以ccp那样的话呃就是就ccp就放过了那个香港了 他不会啊 所以他就是瞎几个说 他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呃迎合他的这个打造他的人设 就是他要跟那个中国一切的东西都要都都一律排斥了 一律抵制他要维护他这么一个人设就瞎几个说是吧 包括他对于美国的一些一些事呃 美国的一些政策也是更下几个说是吧 自己他妈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呃 骗了一个旅游签证黑带美国 然后他总以生错了地方的中的美国人自居 然后各种对其他的一些非法移民啊走线啊 然后那个以及各种那个吃福利的人啊 他就他自己吃着也吃着福利是吧 也是一个非法移民 然后也是申请假征币 就是他干的他无时无刻不都在他的辱骂 都在辱骂他自己是吧 他辱骂这些民运办甲征币 然后他自己也是甲征币 然后他辱骂那些走线的一些人 他自己也是比走线稍微强一点 就是偷渡不是偷渡 属于那个那个黑黑在了美国是吧 然后他那个吃着福利 然后为了为了吃上这福利 不惜差点让那个王勤四十多岁高龄产妇 差点死在他妈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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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房里边就这样就这么样一个人 然后然后他在那边吃着这些福利去就辱骂了一个什么什么福利啊 福利是毒药啊 然后就扯这些东西 当然你有这种看法是没问题 但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你的这种嘴巴上说的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得不让人家说的 不让人家怀疑说要么你说的就是扯鸡不蛋的吧 是吧 你就是扯鸡不蛋的是吧 要么你就是一个骗子嘛 你就是一个骗子 好我一边那个散步 一边那个说了那么多 挺长时间了 耽误各位的听众的时间了 好这期就说到这 好再见 感谢观看